2018年的双11圆满收官了 成交额2135亿元创历史新高 同品增长27% 那提高生活品质的商品成为了热卖 至少167个品牌进入了一元俱乐部 此外这个物流订单量 也是首次超过了单日10亿大关 阿里的CEO张勇表示 其实呢 集团并没有非常关注 双11的成交额 那这个其实说是要改造这个思维方式 才是最为关键的 那这次阿里巴巴的双11购物节 现在其实也可以叫做全民狂欢节了 那就连平时睡得早的 在周六晚上都是守着跟过大年似的 你是不是其中一员 你怎么知道 你一定是 我太了解你了 还真的 就是因为正好双11这天是星期天嘛 就第二天你又不用上班 所以它这个成交额能上到2000多亿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就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在进入到凌晨12点的这个时候 花钱节日是正式开罗 那么商品交易总额 GMV就当即就开始跳动 你就可以在那个评估上面 挺振奋的 你看那个数字一直在蹦蹦的 你的心跳其实就跟它那个数字跳 蹦蹦蹦蹦一样的 是飞速地往上增着 那我身边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 都有一个购物车 男女老少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看得出来是 惊人地跨越了年龄 性别 身份 兴趣爱好 等等 这些社会差异 在那一时刻是惊人的相似与和谐 对 根据阿里现场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 是进入12点2分05秒的时候 商品交易额就已经突破100亿了 比去年的三分钟又提前了一分钟 到12点半的时候 12点35分17秒的时候 交易额跳升至超过571亿元 超过2014年 双11全天成交额 那到凌晨1点16分的时候 交易额超过了人民币912亿元 超过了2015年 双11全天成交额 截至到1点47分26秒呢 最新的交易额就已经突破了 千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大关 比去年整整快了有7个多小时 所以这个破千亿啊 大家说爱看什么时候破 结果呢 它就在1点多的时候已经破了 确实让人觉得非常惊讶 太不可思议了 不知不觉啊 这个由阿里巴巴创造的双11购物节 已经是踏入了第10个年头了 渐渐的也都成为了生活当中 一个热闹的话题啊 每年进入到11月 大家就开始往自己的这个购物车里面 塞东西 就是要等着这个时刻的时候 我一秒钟我不能落下 所以我得要先把这些好东西啊 给放在那个购物车里面 是的 你翻看这个资料就可以看到啊 天猫双11的交易额 从09年的5000万 是激增到了17年的1682亿元 9年之间是增幅是超过了3300倍啊 更不用说是今年的这个数字了 那今年更是不到两小时的交易额 就已经破了千亿了 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对 确实挺震撼的 我觉得你可以用非常的 就是简直感觉不敢相信啊 就是难以置信来形容 这毫无疑问 天猫双11啊 已经成为了阿里的吸睛日了 之前呢还有一个话题 是众多消费者特别喜欢讨论的 就是阵容堪比奥斯卡颁奖典礼的 天猫双11晚会 那曾经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过这个奥斯卡影后 看到过功夫巨星啊 看到过音乐奇才 那大家对于这个晚会的印象啊 就是马云有钱够任性啊 当然还有可爱的天猫啊 刚才我们画面上看到 会出来跟大家打招呼 然而今年这样的情势呢 悄悄地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就在前不久 马云宣布将会在明年退休之后呢 这个今年的双11也就成了 马师傅和广大网友消费者们的 最后一次影响范围最大的 深情告白了 有变化的也有不变化的 比如说啊 今年这个双11晚会 是延续了去年的这个娱乐化 和节庆化的一个传统 也是中国观众喜欢的一个路线 比如说他们邀请到了一些大盘明星啊 比如说玛丽亚凯利啊 多边之美啊 周杰伦啊等等的明星 是到场助阵的 而另一部分的这个重头戏 却是有别于去年 马云拍的这个电影 比如说这个《公首道》当中啊 对决什么李连杰啊 曾子丹啊 等一众的这个武打明星啊 这些功夫强者们 今年的他是反向操作 拍了一部片子叫《小确幸》啊 那个去致敬一些 从这个包货员 送货员 直播主 模特儿 到一些榜旁下的阿姨啊 甚至是微小到 就是这样的一些 这些工作程序啊 非常细小的 每一个这种劳动者啊 没错啊 这部影片也是非常的暖心啊 那么整体的晚会 也是着重来 强调一些合作 感谢的氛围 其实自从马云宣布退休以后 我觉得他好像就开始 放飞自我了 在文艺行业 积极地展现全新的一面 那不得不说啊 马云确实有着一般人 无法企及的口才 还有感染力 在今年的片中 马云也感动了很多人 也是字字经句啊 为双十一增添了 更多的一种人文的情怀 他说啊 双十一不是一个打折的日子 而是中国人创造的节日 那今年的第十个双十一 是感恩的日子 是厂商用最好的商品 最优的价格 来感恩我们的消费者 你看吧 这么一说了吧 感觉这个商业气氛 就淡下去了 档次一下提升了 他挣了你的钱 然后再说感恩的事呢 你也觉得心里面舒服了不少 钱花得舒服了 就掏了吧 是的 那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与节操 那么在马云的话当中啊 也是体现出来了 马云还在这个片中是表示 希望在双十一 大家买到的不仅仅是商品 而是惊喜 抢到的不仅仅是便宜 而是创新 等待的不仅仅是包裹 而是快乐 那听到这儿啊 我简直是要对这个 英文老师这个职业 是肃然起敬了 我觉得未来啊 谁要是能当这个 马老师的学生 我觉得应该是一件 成绩肯定很好 很幸福的事情 对 没错 没错 其实在影片的最后啊 马云感谢了所有 参与双十一的人 更感谢所有快递人员啊 客服人员啊 他说所有的这个双十一背后 付出努力的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这个奇迹 其实他更应该感谢的是 我们这些消费者 就什么 应该是我的 就感谢你这个 作为贡献的人啊 其实我觉得他这说的 也是一句大实话了 消费者和经营者各有各的 还有各个环节的这些 服务者们一起创造了 这个震惊世界的购物节 那不管是美国 还是日本 还有欧洲啊 商家都在这一天 开启了这个双十一的购物模式 那么双十一啊 如今已经从一个 效仿美国零售业 年度盛世的黑色星期五 演变成了一个 全球消费者的 中国狂欢派对啊 那么在这个十年的发展当中呢 这一只天猫 是见证了中国的消费升级 那么消费者的购物动机 从一开始的 哎我需要去 淘一点这个便宜货 哪便宜我就买哪家 到现在呢 买的不是这个了 买的是服务 买的是品质 其实这个也是 可能我觉得很多事情啊 都是要量变导致这个质变的 你一定会要 就是花够了钱了 然后你才能知道 我现在要追求的是品质 不能光去图便宜 这样的事情啊 没错 其实双十一走出中国 吸引全球消费者 共同狂欢啊 也是十年前所预想不到的一个情况 创造一个新的物种 远比改造一个老物种要容易 这个是他的CEO讲的 所以说呢 阿里创造了这个线上的新零售啊 改变了生活 改变了时代 那在未来呢 他还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 我们其实也是非常的赤目以待啊 不是说了吗 这一次也是老马在任的时候 是最后一届这个双十一 我有看到有一些报道 就是说是不是 世间再无双十一啊 我们也期待明年的双十一的时候 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来出现了 我们还是真的要静静地等待 守好自己的购物车啊 今天的时间关系啊 财经世界先陪大家走到这里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我们再会